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利用这个色带这个位置做书卷 然后呢正好可以把这个裂毙掉 正好它的厚度呢可以开脸 开脸的位置也是比较干净 这个材神呢可以做得立体一点 然后这个花色的位置正好在肚子上啊还不影响 起伏还是蛮漂亮的 这块料子呢是粉丝来料定制的 起初呢我是给它设计了一个随行的龙牌 但是跟粉丝共通之后了解到 这位粉丝已经有了两件龙牌了 然后我根据这个材料呢设计一件洗柴神 在我跟粉丝共通之后呢粉丝也是特别满意 那我们话不多说准备开工 啊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做随形的材神呢 我们不光要把这个形状、造型掌握好 而且要把一个材神的开脸要做得细致入微 就像一个材神的脸部的位置 因为洗材神是比较开心的 要笑得很自然、很大方 像肚子的位置呢必须要饱满 更显得整间货的一种圆润感 这样呢 起货的话会光泽比较强 像我们这件材神 开脸的位置呢就是比较干净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色花的位置呢 我们是坐在下半部位 肚子的位置 像上半部开脸的位置是比较干净的 这样更能体现一件材神 这样更能体现材神的精气神 就在刚刚呢 我们已经把这件材神的细节修完了 那我们现在送去抛光 这件材神呢已经抛好光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抛光后的效果 这件材神主要运用了夸张的表现手法 以流畅飘逸的线条来勾勒出材神的面部特征 脸宽有轻浮之向 耳大有长寿之意 胡须浓密 衣袖轻盈 笑语盈盈 憨态可居 一副和蔼的祥者之容颜 观之可清 随行诗意 在整块料子修饰圆润之后 略微雕琢财神的身躯 料子背后的色带 也让整个料子有了一种鲜活感 眼前一亮过目不忘 财神手捧聚宝盆 欲语着滚滚的财源涌向人间 吉祥如意 常伴天下 财神开脸考究 笑容满面 如暮春风 翘色飘花之处 巧雕成财神的聚宝盆 为盆中财宝 天上一层俏丽的亮色 寓意也是希望 这件财神的主人 能够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这件洗财神呢 已经给大家分享过了 这个材料呢 也是粉丝来料定制的 最后的起货效果呢 也是比较理想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花色 飘得比较灵活 开脸的位置呢 也是非常喜性 比较干净 那么最后呢 我们也祝愿这位粉丝 事事顺心 财运横通 我是玉雕师张仲瑶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